2012-13年度的月祖聯賽第二首賽事 就在9月16日舉行 東方三龍金場球的對手就是元朗 可能因為上場球和球的關係 金場球的賽前也有點緊張 陣容和上場差不多 黃偉德、黃鎮宇、葉鶴敏 都是正選在陣 對手元朗也有不少前廣角球員 包括22號的塔比奧 這場球執法的球證是翁偉文 他是2000年開始做球證 已經快12年了 香港是一種B級球證 東方三龍先開球 可能上場三點半開球的關係 沒那麼熱 對於東方球員表現應該好一點 雖然月祖賽事 東方三龍也不少粉絲支持 再往左邊 追到 追到 快放 打過 一級 魚豪幫幫忙 再吸 一級 左腳一出 黃鎮宇一丁丁丁丁丁丁 一比零 只需十四分鐘 翻三龍 才一比零 入球員就是黃鎮宇 這個球證得很漂亮 而華民這個球的功勞是很大的 看看他的慢鏡 右腳一級 左腳出個漂亮的球 黃鎮宇 報個位剛剛好 這個巴默線的球 凹死了董浩宜 沒得夠了 董浩宜 魚哥這個球頂得非常漂亮 看到董浩宜也沒辦法 差了腰 這麼快就輸了 東方三龍也攻勢 黃鎮宇 交給中間的李思明 想睡過去 對了 魚哥問 會不會出球 看看錦區 射不射 再射一射 拿個大位 再射 又更一抽 救了董浩宜 最要保射就是散用人 可惜 知名一顆 可惜了 七屆這個球 不射不射龍門 知名而已 應該是角球 東方三龍也是控球再腳 回到後 黃鎮宇得解圍 這麼細腳 劉強拿著球 斬角球 恩惠宇一向 一射 哎呀救得漂亮 衝前補射 葉子頭搞定 1比1 時間是24分鐘 這個球其實 鍾浩宇都覺得很漂亮 這麼近被人射 都救到 不過可惜 葉子猶反應更快 看看慢應 看到劉強斬角球 其實很漂亮 恩惠宇 左擊一向 有多一射 動作 一氣可惜 不過可惜過不到鍾浩宇 但是不要緊 反應快葉子豪 衝前補射 1比1 時間是24分鐘 看到東方三龍的兩位教練 和哥和阿雞 都有點緊張 這個球 這麼快被人出反1比1 又是原冷眼攻勢 任惠宇 加上中間 這樣流 葉子猶搞定 2比1 時間是38分鐘 這個球其實優惠宇 弄得很漂亮 不過中間好像見到賴啟卓 是不是應該有點犯錯呢 看看這個環境 對了 如果這樣解圍不到 益勢葉子豪 衝前輕鬆射成2比1 元朗反超前 2比1 接著這個球 要放一點點的責任 半場了 元朗領先2比1 倒下半場了 東方三龍換入歐慧倫 看到姚浩文 中線開始推 那兩個 一顆 哎呀 高出了這個球 這個球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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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紅門出來 這個球差一點 不過可惜 力度差一點 好 好了和歌落場了 時間是56分鐘 那入替是李思明 元朗是攻勢 發比奧 轉個靚身 走到中間 陳漢卿 哎呀 這樣被他搞定了 碰都不用碰 那幾個就搞定了 1比3 那時間是56分鐘 那這個陳漢卿 其實後面入替只是兩分鐘而已 這個球好像是第一個碰球 真是攻到這個年輕人 一進來就球進去 沒辦法了 中後爺爺的球這樣被人凹死 看看慢鏡先 發比奧 轉個靚身 斬個角頭球 空石陳漢卿 拿一隻壓住對方 左腳一滴 輕鬆射成 1比3 沒辦法了這個球 凹得靚 其實這個年輕人 很年輕而已 九零零出生 你見到元朗的角球 咦 球證出場賽事 發生什麼事 看來有點麻煩了 黃偉德 沒錯了 球證給他一個紅牌 那如之前 不久之前留下黃牌 其實是兩環一紅地場 不過其實現場所看 這個球的動作不是很大 不過球證這樣 既然這樣判 都沒辦法了 球證是雍偉文 元朗的球練大 解圍 哇 夠了 這麼高跌下來 羅計劃 這球很喜歡空 哎呀 踩到人了 沒錯 又是黃牌 兩環一紅 時間是79分鐘 東方西藏打了兩個 看來很難 這球很難 輸了1比3 雞一小口 覺得這個球應該 不用吃黃牌 元朗的教練 陳浩然就覺得 這個球應該要給黃牌 看來 又是元朗的攻勢 黃哥心前攔截 咦 這個球好像中腳 沒錯 當時球證是給黃牌 黃哥 不知為何 就不把紅牌出來 可能球證是 誤會了黃哥 當時有黃牌在身 但是看紀錄 黃哥當時沒有黃牌 一人押叫之後 球證就發現自己原來錯判 結果就生了一張紅牌 東方西藏 依然只是打少兩個 黃哥都很勞氣 覺得球證這個球有沒有搞錯 黃哥說 這樣也不記得 黃魚哥說 冷靜點 冷靜點 好了 又是完蛋的攻勢 魚河球 交給葉智厚 又幾天出 發給我輕鬆一頂 哎呦 搞定了 1比4 張林不踢 不教他跳 東方的後衛 這個球看到發給我 其實很輕鬆 看看慢鏡 葉智厚 出在中間 發給我一頂 搞定 1比4 看來東方西藏都已經 大勢已去 這場球 沒辦法了 失四球 這場球 贏了4比1 都不急了 後面差一球先 如何幫助這個球 因為黃哥 這個球 犯規當然了 不過 其實沒必要給黃牌 看到球證是給黃牌 黃哥結果 都要被搞出場 這場球 打少三個 時間是87分鐘 看來都不可追 這場球 輸了1比4 還打少三個 元朗又有攻勢 恩惠康 左腳一抽 中微 哎呀 這球也不進 不過不要緊 還有塔比奧 1比5 塔比奧這位球員 這場球 誰知道是不錯的 其實元朗這場球 是三個球員出光的 看看慢鏡 尹康這個球 中微 其實已經不值得了 不過不要緊 陳開興拿著球 交回中間 余豪邦一印 快被撞射 石成1比5 最終這場球 東方三龍 1比5 輸給元朗 這場球的球證 翁慧文 就只不變成為焦點 因為始終加了三個球員 我想 初級班都會比他好一點 其實兩隊球 今天都很存心存意去比賽 我想 相信球證 水平實在太差 整場球的氣氛 而被他破壞 其實我想 大家都可以 在片段可以看到 那個犯規 是否導致要紅牌 我很懷疑 香港的裁判 那個 培訓 那個能力 為何這麼低 那和哥這場球 被人找了兩次出場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想 相信 是他的心 就一早是想給我黃牌 所以我認識 經常都認識 我是有黃牌 其實在整場球比賽 他都亂發的 那些黃牌 其實他發到他自己都不知道 發了多少槍 還有誰有他 也未必知道 這個是 我想 就 裁判那方面 真的要檢討一下自己 為何會找這種人去吹 有你 有你 有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